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但是其实在用这些 不管是现在最新的这些数位科技 或是AI等等 它们虽然可以优化我们整个在数位上面 世界上面使用能源的消耗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们其实会带来一些所谓的能量的消耗 跟水资源的消耗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探讨这样子的议题 那在介绍我们今天的四位讲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 我们的Jesse的CEO Louis Nevis 然后他其实是我们一个 全球的倡议组织 他在2008年到2017年 其实都担任Jesse的这个主席 那在他的领导之下 其实Jesse已经成为ICT 在全球这个倡议永续方面 一个领导的一个组织 那第二位是我们的 CarbonTrust的Veronica Thin 他其实是一个 CarbonTrust的一个欧洲业务的负责人 他其实在ICT方面 拥有相关很丰富的知识 他其实在帮助计算一些碳排放量 或者是说 做一些所谓的methodology方面 他其实都有他相关的方法学 那我们等一下都可以听听看 他怎么来在欧洲推动这些事情 那再来第三位今天的讲者 是我们的Sammy的Mazuri Beth 他是Mazuri Beth的Dr.博士 他其实在负责整个 全球半导体产业的 永续的计划的副总裁 那他其实除了在 他是有丰富的半导体 晶圆厂的经验 组装跟测试封装 那他现在其实也在推动 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 还有在他的领导之下 其实Sammy在Corp 27 埃及的那时候 他们跟其他的半导体 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去发起了半导体气候联盟 那最后一位其实就是 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台湾气候联盟的好伙伴 我们光宝科技的Peter 陈庆辉处长 那他其实 我以前跟他聊过 他其实是从学设计出身的 那他其实在整个推动光宝科技 在整个永续 不管是低碳或低产品的 这个开发上面 就有杰出的贡献 那在进到第一个 讲者跟我们分享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请 我们线上的讲师 跟我们这边现场 来做一个合影 我们为今天留下一个 画面 那线上的讲者 可以请把你们的镜头打开 Please open your camera Mazui Beth Please OK 走 好 我们第一张照片 请大家帮我们伸出大拇指 比个赞 一二三 好 比个赞 一二三 谢谢 那第一个演讲呢 我们就先请到我们 Jesse的CEO Louis Nevis 来为我们带来 经常的演讲 时间 交给我们的Louis Nevis The floor is yours Louis Well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来跟各位讨论COP29的议题 那么我是Louis Nevis 我是Jesse的 全球永续赋能倡议组织执行长 首先呢 要跟各位介绍一下Jesse 以及我们的工作 接下来呢 会跟各位介绍我的简报 我们是一个业界的协会 那么把很多的会员集结在一起 分别有来自于 美国的这一些资本市场 以及在全球的这一些 企业也有来自不同的产业 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有台湾的 这个ACP的这一些参与 来作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也跟很多不同的相关人士来合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跟大学 还有联合国的组织 以及商业的协会都有合作 那么跟他们一起配合 我们来推动 我们来推动永续的这个议程 那么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科技的力量来推动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希望能够来推动数位科技的角色 来促成永续 我们也深信 数位科技会是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的一个根本 那么数位科技呢 它也在 气候变迁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们要有超过200个以上的这些组织 大家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去促进数位 来促进全民的福祉 那么我们有非常清楚的策略还有目标 我们也希望能够领导这些运动 来彰显永续当中数位科技的一个赋能的角色 所以呢 我们是非常的聚焦 也就是数位的解决方案 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各个不同的垂直产业 或者是行业来达到各自的这些气候目标 那么就像任何的组织一样 我们有愿景 我们有价值的主张 我们的愿景呢 就是要去打造数位创新 来转型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核心价值呢 是来支持我们的愿景的 那么核心价值都列在这边 我们是有目的为导向的一个组织 那么所有的这个做法呢 都是跟数位科技联动 再来我们是协作的一个组织 所有的事情呢 都有当责 然后呢 是基于时政 那么就像之前所谈到的 我们的价值主张呢 是希望能够去推动永续 希望能够去处理到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面 所面临到的最迫切的这一些压力 跟挑战 那么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旅程 然后呢我们是在2004年成立的 然后呢是在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当下所成立 那么在当时呢 我们是有八个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目标 那这八个目标呢 是一路到了2015年 那么到了2015年呢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就有17个的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Jesse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底下运作的 主要是聚焦在各个不同的领域 所有的这些活动 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的符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要去确保我们的合规还有符合 我们要能够去应应在公共应链当中的这一些挑战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公司企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符合法规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底下呢我们开发出各种不同的这些产品 比如说像是数位存取的指标 或者是e-task 那另外呢我们也发展出这个评估的方法 针对新的产业 除此之外我们也开发出方法学 来针对这个气候的揭露的方法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分析的工具组 那么在头几年 也就是从2004年的成立的头几年 一路到2007年 我们是聚焦在内部的一些挑战 也就是这些公司的这些挑战 那么这主要就是Jesse要去回应到有关于合规相关的这些挑战 那么从2008年开始 我们开始做到这个所谓的思考的这个议程 或者是思考领袖的议程 那么在当时呢 一路到现在 Jesse主要是希望能够去 推动这些思想方面的一些议程 那主要聚焦在 数位解决方案来处理 经济发展 还有环境的这些挑战 然后呢要透过数位科技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边也发表了很多的报告 那当中有一些呢是 跟其他的这个组织来合作的 我们开发出第一个的这个智慧报告 来说明这些科技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或因应气候变迁的挑战 那么我们这个报告已经写了四次 分别在这几年 在2019年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支持我们的会员 来推动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方式 来达到永续的发展 那么在最近 我们也在做其他的报告 那么这个部分我稍后会回头再来谈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跟 其他的欧洲的这些企业一起合作 在这个欧洲的绿色数位排放方面的 这个大背景底下来开发方法学 那么希望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个做法 带来影响力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2004年成立以来 所走的一个里程 那么给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的一些报告的时间表 那么我们在2007年 然后呢开发了这个Smart的这个报告 那这些数位科技 可以减少排放方面的 这个5.5倍的这个排放 那这个呢是 在成本方面呢 可以节省1兆欧元 那么到了2012 我们来到了1.27倍 那我们的商业价值呢 也非常的高 那么到了2005年 我们又出了这个Smart Turr的这个报告 那么数位科技 的确可以减少25%的这个排放 到2030年 那么商业的价值呢 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GDP 那么我们也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在2019年 我们做了这个Digital with Purpose的报告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这个历史呢 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希望能够去推动有关于数位科技 在气候变迁方面的相关性的这些研究 那么Jesse呢 也希望能够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组织了各个不同的这些议程 这些会员一起来解释数位科技 他在气候变迁方面可以扮演的角色 之前有谈到 我们一直有出版很多的指引 还有报告 来支持我们的会员的工作 那这个呢 是我们最近出的两个报告 一个呢 是Scope 3 Guidance For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那这是呼应GSMA 另外呢 我们也发表了 大概是两个月前发表的 针对ICT的这个白皮书 那这个白皮书呢 主要是聚焦在资料中心 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发表了一个新的白皮书 主要是要去探索 三个促成的数位基础架构 那么这个报告 很抱歉 口译员无法听到 讲者的声音 所以无法提供口译 好 那因为线上的 讲者他突然的掉线了 那其实Louis 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当中 那 好 他正回来了 Can I continue? 请继续 刚才好像短暂的这个 调线 请继续 所以我们有新的这个策略的聚焦 我们持续的来推动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让各个不同的产业 一起来合作 那我们也在去针对能源 或者是交通 把我们的这个工作做一个聚焦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通讯或者是软体以及电子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我们的活动 把政策的部分也能够联动进来 我们的这个组成是非常的广泛 包括AI还有循环 然后另外呢 还有这个排放相关 那么在联合国我们也有相关的计划专案 我们最近呢 才开始要做 水资源的数位化 让我们的会员 能够都走向数位 那么我们的工作组成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领域 分别有计划平台 还有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在合作伙伴关系呢 最相关的应该就是 这个欧盟的绿色数位的联盟 EGDC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在推动智慧城市 我想我就先讲到这边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讲者 那么最后呢 我想要做一个结论 是我们在九月份在纽约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AI的相关报告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在推动 AI的这个实验室 然后呢 主要是希望能够去探讨 AI跟永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去探索这几个 最主要的指引 还有像是在AI方面 可以怎么样去保护 个人的这个权利 以及人类的文明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针对 未来的AI去做现代化 那另外呢 对于AI的参与 也就是针对开发不足的国家 透过教育技能的训练 还有容纳计划 来促进他们在AI方面的发展 我们会跟联合国的 AI顾问委员会一起合作 那么我们也会支持他的建议 好 那我就说到这边 接下来就看看各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我们的Jesse的CEO Louis Nevis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那其实他谈到了蛮多的事情 就是其实就是像最近几年 台湾在谈的数位 跟近年的双转型 但是其实Jesse这个组织 其实已经实证了很多年了 他透过十几年来的研究报告 去证明这些事情 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地球 更永续跟更减碳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我们的Carbon Trust Veronica Theme 他为我们带来 他们在欧洲这边 怎么来做整个 这样子碳排放量的计算 The floor is yours Veronica Thank you 谢谢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感谢大家邀请我 参加今天的活动 来探讨 高科技产业如何推动近零 我是Veronica Ting 我是碳信托公司的欧洲业负责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 我们在欧洲绿色数位联盟 所做的工作 刚才Lewis就已经提到了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去评估 数位科技对于减碳 在其他产业可以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在说明我们的工作之前 首先先让我简介一下 欧洲绿色数位联盟 EGDC 这个联盟 是在2021年正式推出 一共有26名ICT产业的 公司的执行长共同发起 大家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 来支持绿色以及数位转型的欧盟 那么主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永续的福祉 并且能够让ICT产业 支持永续的目标 来协助其他的产业 包含农员 运输 农业 营造业等等 自从联盟正式上路之后呢 有一些新的会员 也加入我们共同签署了宣言 因此 现在这个联盟 我相信包含了37家的会员公司 另外还有14个支援的合作伙伴 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我们EGDC的目标 每个会员都签署了这个声明 包含了三项行动 我们希望能够投资发展 以及部件绿色数位的解决方案 能够支持这个重要的计划 希望能够去发展一系列的 关键绩效指标KPI 并且去追踪它的进程 接下来 联盟希望能够发展方法 还有工具 请往前一页 回到前一页 是的 能够去衡量 社会科技对于环境 还有气候的影响 最后第三呢 是希望能够支持 跟其他代表的产业 能共同制定这些产业的 绿色数位转型的建议跟指南 这样子才能够让数位转型 来扩及到环境 社会还有经济 让大家都能受惠 除此之外呢 每一个会员也致力于 要在2040年达到近零 那你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他们必须也要在2030年之前 要降低他们的碳足迹 原因在于我们这个联盟 致力于 这个产业可能会对其他的产业 有哪些影响 也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个会员 都能够调整他们自己的碳排 希望也能够这样子降低 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好 下一页 那么欧洲议会 因欧洲议会的要求 欧盟的职委会也资助了EGDC 欧洲议会的实行计划 来支持联盟的工作 那这个计划 之前是由Jesse所负责 另外还有这个数位的SME 然后呢还有数位欧洲 还有GSMA 然后一起来支持我们 那另外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Carbon Trust 还有Deloyed 还有ICT永续性的顾问公司 那这些组织呢 他们都可以说是我们EGDC的秘书处 但基本上就是他们跟我们一起来 推展这些相关的活动 那么我们都是在2024年的3月完成 那待会我会再进一步的来跟各位说明 那接下来呢 进到下一页 让我很快的来跟大家谈谈 我们Carbon Trust 碳信托公司 我们这个组织呢 是任务导向的组织 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加速 迈向脱碳的未来 所以接下来呢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跟政府 公部门 还有企业 希望能够彼此支持 来推动这些组织 迈向近零的未来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达成这个目标 包含协助组织 来进行碳足机的测量 帮助组织他们的产品 去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 减碳目标 并且希望能够去了解 减碳带来怎样的机会 以及挑战 能够帮助他们来进行转型 此外我们也支持 市场的转型 透过不同的管道 例如说我们有这种 离岸风电的加速器 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 离岸风电的开发商 一起共同解决 这个产业所面临的 关键议题 另外呢 我们也跟不同的产业 共同合作 那基本上我们有非常广泛的经验 能够跟所有ICT的产业 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当中 都有合作 所以呢 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业者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 零组件的制造商 软体的提供商 支持他们能够去推展 不同的计划 另外我们也跟 好几个ICT的公司 尤其是 一起来发展一些方法论 来希望能够达到 近环境正面的影响计算 另外还有一些方法论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包含我们提供给这个 欧洲绿色联盟 所做的这些相关的工作 好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回到说明 我们这个EGDC 欧洲绿色数位联盟的 这个欧洲议会的实行计划 那这个计划 一共有四个重要的交付目标 那这是我们联盟要达成的 那基本上呢 这些所有的资料 在EGDC的网站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一项 可以说是核心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有这个 静碳影响评估方法 这个方法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指引 让大家能够了解 如何去评估 这些数位解决方案 它的静影响 并且根据既有的 静碳的方法论 像刚才有讲到有哪些架构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ITU的标准 那这样子的方法 它其实是跟 好几个不同的这个个案的研究 来平行的进行 希望能够让我们可以实行 来去执行这个计划 让我们能够去找到一些 选定的解决方案 这是EGDC 可以提供给会员 以及给他们的伙伴 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同执行 这些案例研究 也帮助大家能够去 让这个方法论变得更加的完备 那可以说让它作为一个测试的场域 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 这些企业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会面临哪些挑战 那再讲到这个方法论呢 我们还有一些个案研究 这个专案计划也设置了 这种所谓的部件的指引 能够说明如何去最佳化 最大化这些正向的解决方案的影响 能够去最小化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个案例研究 有关于这个部件的指引 那么也提供了许多各种不同的 六大产业的解决方案 那把这些优先的领域 包含营造业 建筑 农业 运输 制造业 智慧城市 能源 电力等等的产业 那最后呢我们也发展所谓的KPI 让企业可以用来评估 并且能够去来回报 他们对于这些使用数位解决方案 可以带来怎样的投资成果 那接下来呢 如我之前所说 我相信最重要的这个计划产出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净碳影响的方法论 这对于我们来发展其他的这个计划的成果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这个方法论如刚才所说 之前它能够提供一些指引 来说明我们如何来进行 净影响的计算 来提供数位的解决方案 这样子才能够确实在ICT产业之外 进一步的来达到减排 除此之外 它也支持三大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提出更多的指引 来支持 减排 那这个是这个欧盟的分类法 然后呢 8.2所提出来的这个纲要 那希望能够让ICT的绝对方案 能够进一步的来去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永续的生命周期方面 能够减少更多的碳排 并且找出替代的方案 那这个方法论也希望能够支持组织来计算 EGDC的KPI 并且最后呢 希望能够支持 经济转型达到净零 并且能够减少整体的碳排 希望能够透过一致性的方法 来透过ICT的解决方案 来帮助民间还有政府单位 来采用ICT的解决方案 好那接下来 我想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张投影片 那这个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样貌呢 我们该如何去评估 所谓这种净的碳排的带来的生命影响呢 那细节我就不多说 但基本上可以跟大家所说明的 我们有不同的情境 那这个就是一个参照的情境 情境就是说没有数位的解决方案 那你可以去把它跟这个 拥有数位解决方案的情境来比较 那基本上两者的差别 就是所谓的这种净碳的影响 那么那事实上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去把这个参考的情境 跟这个使用ICT的情境来做比较 首先你要去了解 我们有这个解决方案 可能会增加多少的这个新的碳排 那这是相较于 这个在不同的解决方案 他们的不同的概念 可能会再来怎样这个多的碳排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使用这些碳排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思考说 是不是有哪些方法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让我们的做法 更加的有效率 是否会增加碳排还是减少 比如说是不是会有这种反弹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要去评估说 这个解决方案 是否会增加还是减少碳排 然后相较于这个参考的情境 会有怎样的不同 所以呢 这根本就有三大的因素 你可以来比较 所以你就可以去建立 这样子的一个排放的推动的情境 然后再把它去跟原本的参考的情境 来做评估 就可以去了解净叹的影响 那接下来呢 下张投影片就让大家了解 我们的流程以及更多的细节 那这边有三大重点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方法论 就是希望能够来推动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鼓励 能够使用原始的数据 来去计算 解决方案的碳足迹 然后呢 是否是在这个解决方案当中 能够进一步来减碳 那我们就可以去比较 基线 然后还有就是包含 这种相关的这个情境 然后能够去确保说 这个解决方案 能够真的就是 带来超过市场平均 这样子的减排 另外呢 我们还要去看看反弹的效果 以及去了解 我们希望能够把重点放在这些解决方案 看它是否能够真的跟我们这个净零碳排的目标达到一致 所以包括这些解决方案 是否能够去排除 一些相关的活动 还是说包含一些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 包括这种相关这个采矿啊 或者是化石的这个采矿 可能会带来这个碳排 那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以上只是让大家能够很快的了解 我们在 EGDC的这些计划当中 最重要的一些成果 这边只是很快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还要提到了有一些其他的产出的成果 包括有个案研究 下张投影片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自己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看一下 这样子让大家能够进一步了解 有哪些的例子 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方法论 能够运用在实际的案例上面 包括我们有这种部件的指引 以及希望让大家能够去看看 有哪些方法能够去最大化 有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净碳排 在大家执行的时候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那么 那待会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大家可以提问 非常感谢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CarbonTrust的Verenka SIM带来讲的这些议题 其实他一开始有提到 整个EGDC是在 整个欧洲的企业家所倡议成立的 但是他们其实也在 欧洲议会的支持下 持续地进行这些相关的研究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公司协力 公部门跟私部门 甚至加入学者 把这个所谓的净效益 净影响力的这个方法学 给展现出来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是需要有一个 基于科学根据的基础 来去做任何政策的展开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请 我们的Sammy的Dr.Best 他来谈谈他怎么来推动 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 这个低碳转型 The floor is yours Dr.Best Q Allen 大家好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讨论 那么尤其呢 是要感谢TCP 以及环境部的邀请 首先呢 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在这个礼拜呢 我是休息的 那么我的家人呢 要帮我先生庆祝一个 非常具有礼成悲信的这个生育 所以呢 我们就去到喜马拉雅山 然后呢在山脚 然后呢到了一个小地方 叫做Macho 然后在那边庆祝 那么Himacho呢 讲到的是Lap of Snow 也就是这个覆满覆盖的雪的这个山 那现在呢 我可以坐在这边做报告 可是呢 我看不到山上有任何的雪 所以很显然的 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全球暖化的问题 以及全球暖化 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所以我想对我来说呢 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一个时间 来跟各位做这个报告 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的邀请 那这个呢 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来讨论到 所谓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各位讨论的 也就是透过数位科技 来解决这一些挑战跟问题 把这一个解决方案 来促成我们的能源效率 不管是我们的半导体 或者是晶片的这个能源效率 那我希望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简报PPT 如果看不到我的简报的话 请让我知道一下 好 谢谢 在这里呢 我想跟各位做一下介绍 来介绍一下SAMI这个组织 那么接下来呢 会跟各位谈一谈数位科技 我在这里呢 主要是负责SAMI的这个 永续的这个单位 那么在之前呢 Louis的简报 还有Jesse 还有Carbon Trust Veronica的报告 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 我们彼此工作之间的这个纵效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有更多的合作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数位科技里面 比如说在这些半导体里面 适用到哪一些这个技术 那很快地来介绍一下 SAMI这个组织 那么SAMI呢 我们是一个商业组织 我们是在半导体当中 最大的一个组织之一 我们有超过来自于 全球3000名的会员 我们的这个组成呢 一直不停地在发展跟改变 也就是在最近的这个议题呢 是 对于业界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会把最新的议题纳入 那么在2024年呢 我们有四大聚焦 那么分别是 人才 还有供应链 以及永续 那么在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讨论的是 永续在SAMI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以及我们怎么样把半导体 纳入到这样的一个促成永续的 数位解决方案里面 那么在这边呢 针对永续 我们的定义是采用联合国的定义 永续呢 指的就是在 不好尽未来自然资源的情况底下 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那么在SAMI呢 随着我们在打造这些晶片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要去说服我们的生态系 为了要能够去 解决这一些所有的 这些共同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去加速解决方案的 开发跟部署 那么同时呢 要能够在人类地球 还有获利之间达到平衡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个会议章程里面 或者是组织章程里面 所使用的一个目标 那这里呢 是要给大家看到的是 SAMI的永续的计划 这个呢 是我们所属的环境 然后呢 以及我们在永续当中 所聚焦的一些支柱 以及底下的这些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系列在 投影片的最右边 那今天呢 我会聚焦在几个工作小组 也就是分别在 Scope 123等等的这些 处理排放方面的 工作小组的工作 那另外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排放的规划 还有排放的目标 我们要看到的是 在数位科技方面 可以带来的影响 Veronica 以及Lewis 在他们的报告里面 都有提到这些活动 那我们呢 也非常的积极 在这方面 要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是能够带来整体的 对于社会的正面影响 也就是呢 要能够有对的这些好处 给到所有的这个人类 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介绍 一些案例 也就是数位科技 可以带来的这个影响力 那随着我们的晶片呢 几乎在任何的 这一个日常生活当中 都可以看得到 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得到晶片 所以呢 我们需要能够看到 它对于生态系 带来的正面影响 所以呢 这里我要跟各位 分享几个例子 那这些例子呢 都是Semi 我们的这一些会员的公司 所整理出来的例子 那么在这些例子里面呢 我也都会提到 一些特定的这个计划 那这些计划呢 就是要来处理 我们整体的全球的探足机 那首先来看到第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 从比较高的这个层级 来看一下AI的这个例子 然后呢 会对于SDG有正面的影响 那么在所有的 我们所提供的资讯呢 它在公领域都可以看到 它是公开的资讯 底下呢 都有这个出处 那或者是呢 有一些资讯是 我们的会员 他们所做的 然后呢 我们有取得他们的同意 在这个会议当中 来做分享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 比如说像是 卫星的造影方面 可以看到AI的影响 它影响到 全球的暖化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需要知道说 全球暖化在哪个地方 最严重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排序 我们的优先顺序 这个可以透过卫星的方式来看 Veronica也谈到 在这个部分呢 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来优化资源 比如说去改善农业的做法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协助我们的消费者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做出对的这个决定 它的这个决定 是有意义的 永续的决定 而且呢 对于地球 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 那再来呢 我们现在也是在 这个资讯 或者是错误资讯的时代 我相信 很多人都暴露在这一些 错误资讯里面 或者是假消息里面 那AI也可以应用 在这个领域当中 所以这个是比较 high level的方式 来给大家看一下 AI或者是数位科技 可以带来的影响 那如果说 我们更进一步的来看到 聚焦在资料中心 那这里呢 主要是讲到 它的这个能源的效率 我们的会员呢 其实在这个领域 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这些活跃的这些会员呢 他们其实 在这方面 有非常多的创新 我就把它列出来 那第一个呢 是有关于 这个转移到云端的部分 那首先呢 它可以 做资料的这个储存 然后呢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计划 在这边做这个云端的转移 来处理到利用率 或者是让消费者 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那就我的理解 它的这个影响 也触及到一些 资料相关的 或者是储存相关的 这些活动 那么再来是 优化资料的处理 跟储存 这个是透过AI来优化 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不过呢 在这个领域 有非常多的计划 都是直接的 从资料中心的操作 或者是像是 智能的冷却 这个智能冷却呢 其实也是很大的 一个这个项目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在冷却 或者是资料处理的 这个散热管理方面 是很大的一块 那另外呢 还有很多的这些创新 是有关于 把工作负载 去做一个平衡 或者是优化 这个工作流 或者是资料流 以及能源使用等等 那底下呢 右下角都是 我的这个资料的出处 那去到这些资料的出处 你就可以看到 具体的这些例子 来看到资料中心 是怎么样针对 能源效率的一些计划 以及做创新 那么在 有关于 技术方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 正面的方式来做 包括提高效率 那另外呢 还有一些好处 包括像是 提高 电源的密度 以及 降低 总体持有成本 那这个呢 其实是 让 不管是人类 或者是地球来说 都可以在这些过程当中 得到好处 然后呢 这些好处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社区 那接下来呢 要提到的是 第三个例子 那这个呢 是 由 One Semi 它是我们的一个会员 所提供的 那么它 是做半导体的 那 它们所做的研究呢 是 看到的是 功率的 这个半导体 然后怎么样去把 这个功率半导体 去做优化 那这个呢 主要是要去 推动 或者是为 资料中心来供电 那么 这个头影片呢 给大家看到的是 有七大元素 或者是 七个装置 它会进到 我们的 这一个 半导体当中 或者是 功率的半导体 那么在这里呢 随着资料中心 变得越来越耗电 我们需要去提升技术 让 这一个公司 能够 因应到 这样的一个 电力的需求 以及 资料中心的 这个电力需求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会发生一件事 也就是说呢 在 电力 它从 电力的来源 然后呢 进到资料中心 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 这一个浪费 或者是 缺失的地方 所以呢 首先要确保说 在这个电网当中 电力的供应 是有效率的 那事实上呢 这边是 有四个 电源转换的阶段 那么 这个电源转换 只要有转换 就会有这个 电源的浪费 或者是丢失 那我们就 请大家 耐心的 跟我走一遍 这个几个阶段 那基本上呢 当 电力进到电网 那它会经过 这个高压的 转换 那么这个 高压电的转换 首先呢 它就会经历过 很多的这一些丢失 那么 它是 一路进到 变电站 那电力呢 它会先进到 电力站 这个变电站 然后呢 它可以 降到 适当的电压 然后再来 才能够进到 资料中心 那么在资料中心 里面呢 电力的分布单元 它会更进一步的 去调节电压 来符合 资料中心 特定的这个 电压需求 那么在 它进到 GPU之前 也就是在 这个最末端的地方 那么电力呢 它会 再度的进行转换 是由 这个 伺服器的 供电单元 然后来确保说 这个电力 是符合 GPU的运作需求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基本上呢 是有大概 12%的 这个电源的浪费 那么 在 Semi 他们所做的 一个创新啊 就是 他们跟这个 功率的 电子 去做了一个创新 然后呢 在这整个的一个 供电的过程里面 来节省能源 比如说像是 热的这个 浪费 可以节省1% 1%看起来 好像很小 但事实上呢 我们 可以去转换成 10个 TW的这一个电力 这是一年的数字 这个数量 就非常的大了 那么基本上呢 他们的做法是 给了我们几个例子 我相信大家 应该都会很有感 也就是 什么叫做 10个 TW 那我最喜欢的 一个例子呢 就是 第二个 这个电量呢 它可以 为我们的 高铁供电 供5年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电量 高铁的这个 网络 供电5年 那么 小小的节省 其实你 把它的时间 放大来看 都是非常大的 一个节省 那另外呢 我也想要再 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 也是Luis之前 有谈到的例子 是 数位科技 可以 节省 20%的 这个 全球的碳排 那么一样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 一个数字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 小的例子 给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 要给大家 分享的例子呢 是 使用数位科技 来做 晶片的设计 因为呢 这个是我们 整个旅程的 一个开始 来做 节能的 一个旅程 透过 数位科技 来节能 然后一路 就是从这个 设计 开始 那这是 AMD的一个例子 那我就不说 太多的细节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呢 AMD 它非常清楚的 在这边 投入了 这个创新 然后呢 在2020到 2025的 这个创新 然后呢 在2023 可以达到 这个能源效率的 13.5倍 那再来呢 是AMD的一个 晶片的案例 那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 到网络上面 去查找 它的资料 来源 就可以了解 整个案例 那最后呢 我要来到的是 晶圆厂 我想在我们的 这个操作里面呢 我们是有这个 晶圆厂 或者是紫晶圆厂 那如果你看到 数位科技的话 可以把这个 晶圆厂 跟这个晶圆厂 的这个运作 然后呢 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先 我最后呢 想要跟各位 做的一个总结 是 我们透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以节省 多少的碳排 那一样是 Library Search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案例 藉由使用数位科技 我们可以 节省到 25%的 这个总碳排 只要去应用 这个数位科技 然后来做 我们的设计 就可以达到 这样的一个节省 那么 最后呢 我们其实 还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例子 我们很多人呢 都是在做 有关于 节能 还有这个 能源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 电网的解决方案 我们是希望 能够借此 来推动 到这个 零碳排 那么 再扣回到 Semi 我们的工作角色 基本上呢 我们是聚焦在 能源 我们的目标 是非常的 远大的 针对每一个 数位科技 我们都要能够去 利用到 来 去 提高 我们的能源效率 那么 这个部分呢 大家之后 可以再慢慢地 来看 这个是 我们的 IRDS的一些 合作的计划 跟IEEE的一些计划 好 那最后呢 我想要 做的总结是 我们是有多项的 这个计划 跟专案 在Semi 那里面的重点呢 就是使用半导体 不只是 去提高 它的能源效率 那么也希望能够 带来 整体正面的 这个影响 给到我们的社会 给到我们的世界 那么 透过我们的 这些做法 来促成 正面的 影响 好 那我就说到这边 再一次感谢大家 给我这个机会 跟各位做讨论 也期待未来 跟各位继续合作 非常感谢 Dr. Bass 半导体的人民 应该是在台湾 你跟他讲 摩尔定律 或是先进封装 基本上可能 走在路边的 在菜市场买菜的 爷爷奶奶 可能都懂是什么 那也归功于 就是其实台湾 有很强的半导体的 制造的这个产业 那其实半导体 跟先进科技 一直在推动我们 全世界的这个进步 那当然 这个能源的消耗呢 我们 高科技 也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贡献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就请 我们台湾气候联盟的伙伴 光宝科技的 陈处长 来对我们谈谈 光宝科技 在这个AI的领域上面 他们怎么帮助 整个AI产业 去做节能 甚至是 用更低的能耗 我们把时间交给 陈处长 陈处长请 好 谢谢Alan 那也感谢线上的三位的学者专家的分享 那我想待会我的这个简报 会比较偏向刚刚那个Beth博士 他的一个分享的内容 因为他讲到很多这个半导体 尤其是在电源转换方面的一些能效 的节省对未来的这个省电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们待会就会针对我们公司主要的电源产品 怎么样在这个AI上面去提供一些 节能的一些 节能减碳的一些做法 具体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 那在分享之前 我也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公司的ESG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呢 我想光宝 其实我们的产品蛮多的 那我们的营运模式主要是以电子代工为主 那我们代工制造设计的产品 有很大一部分是电源供应器 那再来的话 我们也有滑鼠键盘 LED灯等等的 产品的多样化是很多元的 那另外再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目前公司在这个电源产品的销售上 我们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供应商 那在这个LED相关的产品 我们有一个光偶核器 那光偶核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大的供应商 那在永续的部分的话 其实公司在永续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做的算是 台湾的业界里面算是还蛮早的 那我们在2006年 我们就发行了公司的第一本 我们那时候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现在叫永续报告书 我们在2006年 那荧幕上面这边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13年前 就是在2011年 我们大概就开始 公司开始着手 为了回应这个国际投资人的要求 更具体的去回应他们 所以我们去参加这个DGSI的这个评比 那从那一年开始 我们就连续13年到去年 那我们就是入选 入选这个成分股 那包括这个新兴市场 还有从三年前开始的一个世界指标 这样子 那这个是DGSI的部分 那另外MSCI Face for Good 那像这些投资人 国际投资人比较重视 比较会去参照的一些永续评比 我们公司都非常的 努力的去符合 投资人的一些期待 然后透过这个参加这个评比 来反映给所有投资人 那第二个部分 在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谈到是气候 那气候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很早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通过了SBTI的一个认证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那时候是从基准年是2014年 那我们的目标年是明年 2050年 我们希望能够减碳大概40%左右 那当然呢 我们时间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申请SBTI的Net-Lero 那预计是明年应该也会通过 这样 大概overall的一个ESG的一些status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再来的话 我想要做减碳 以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设定目标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应该都清楚 这个减碳这个议题 即使它很抽象 不太好沟通 那有很多冷知识 我们的一般的这个 我们的同仁也都不太清楚 所以在沟通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对我们推动这个减碳来讲 所以我们在前年开始 我们就推出一个比较容易 让大家去理解的一个555的一个 减碳的一个目标设定 那我们公司因为刚才的那个 SBT的目标 我们几乎是每一年几乎是5%左右 到2014到2025就可以达标 所以我们第一个5 我们就希望我们自己在营运面上面的 这个温室气体能够每一年都能够减5% 那如果照这个路径下去 其实我们大概也是在2040到2050年之间 就可以净零 我讲的是我们的营运面的这个温室气体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更为这个重要的就是 我们产品的碳足机 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商 那制造商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慢慢的去低碳化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希望在碳足机上面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就是说 每一代的产品我们都希望它能够至少减5%以上的一个碳排放 就是这个是处于产品面的第二个5 那第三个5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要努力的2050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555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有一点slogan式的一个口号 这一个目标设定 去凝聚大家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推出以来呢 我们也同时同步推动我们的供应链 也希望我们供应链能够follow这个555的一个policy 那另外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R100的部分 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营运的模式 大部分都是来料代工 那来料我刚刚谈到就是碳足迹的部分 我们要减量嘛 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整个制造的过程里面 我们96%以上都是用电 所以对于传统 也不是传统 就是说我们这种比较typical的这个 电子代工业来讲的话 用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减碳的标的 所以我们也透过加入R100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宣试公司的一个减碳 那我们目前也是宣试204 也通过R100 204现在是R100的一个member 那我们现在是2040年 我们也希望能够100个percent使用再生能源 那这个再生能源我们也希望说逐步 逐年的提升我们的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绿电直购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帮助地球减碳 那我们的achievement来讲的话 我们到2040年其实已经减了48个percent 那这个我们自己现在也开始在推动 这待会我也会问答的时候我也会分享 那在这个我们内部也透过这个推动 内部碳定价的这个机制 来驱动全公司全员动员起来减碳这样 那这个刚刚有提到我们2050年近年的sbtf 现在在summit当中 那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 我们去年28.3个percent的使用率 那明年我们大概会提升到35个percent左右 好那这个我想大概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减碳 逐年减碳的dashboard 那各位看到左边的部分就是我们2014年开始的基准年 那其实在2023年去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幅 我想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用主要的碳排都是用电 那再加上我们客户在驱动 要求供应链使用再生能源这样的一个趋势底下 其实对我们供应商来讲的话会变成加速 加速我们的这个减碳的力道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线掉的还蛮快的 那未来的部分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更快 因为现在我们收到一些主要的客户 他们这一方面的一个要求也越来越 越紧张 也越来越严格这样子 好那我们谈到这个AI的部分 我想刚刚那个Beth博士他也有提到 就是在这个整个AI的这个运算算力的过程里面 他的吃电用电会越来越高 就是那怎么样减少AI server的用电 那当然就会是一个首要的议题 那对于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事业部门 专门是在做这种云端server的电源供应器 这个部门 那当然我们也是符合这个未来 在AI的这个浪潮底下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减碳这样的一个潮流 我们自己内部也不断的在研发 那如果要谈到以我们这个power supply 就是云端的AI的电源供应器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减碳有三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增加再生料的使用 就是在整个硬体的部分 材料的部分怎么样去增加再生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提到 就是我们的能源的转换效率要提高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想现在大家也都有听过 这个所谓的这个水冷 水冷liquid cooling这样的一个device跟技术 那透过这三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驱动整个AI 不管是产品 不管是效能方面的一个 能源的一个优化跟减碳 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大概就是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我们从一开始从一个小的unit 到整个power shaft 到这个整个机柜 那未来呢 我们大概就会面向一个高瓦数 高瓦 高输出的一个 这样一个solid state的这样的一个变压器的一个产品去走 那我们的我想我们提供给这个产业里面的几个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面向的一个减碳 大概就是第一个 透过这个100% in-house的design 去减少材料运输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碳排放 那透过高度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 来提高产品这个生产的效能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 这个从使用这个再生的这个 就是再生的原料 再生原料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原料端的这个碳足迹 至少37%以上 那这个是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 其实到了2027年 我们的产品应有机会 我们目标是希望说能够达到这个98%的转换 那你看从这个96.5%到98% 这样子一点多个percent 我们刚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是高铁可以跑5到10年 这样的一个电量的减省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liquid cooling 我想我们大概我们的这个 现在目前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AI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周边产品 就是我们的水冷的设备 那水冷设备我们大概提供这个几个主要的 就是我们是主要是高度客制化 帮客户来提供这样的一个solution 那最后呢我想导入这个水冷的这个机制 其实对于这个server的散热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到了这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水冷的一个装置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大概可以帮助这个CPU的效能提升40% 然后呢我们大概也可以减少这个用电 至少50%以上 所以这个我想未来 透过这样的一个能效的一个转换的提升 那还要再加上这个有效的这个冷却机制 来确保我们AI产业的发展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低碳化这样 以上简单的介绍谢谢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光宝科技的Peter 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的焦点座谈的时间 我大概有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全部问一下 我们所有的今天参与的语谈的讲者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 其实就照我们刚刚简报的顺序好 第一个就先问Louis 其实这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都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不管像 其实看起来Louis他的Jesse 或者是Veronica在做的EGDC 甚至Semi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是倡议 都是一个组织协会 你们通常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厉害关系人 那在这样子的沟通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就是说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厉害关系人的沟通 那怎么样才能取得更好的进步 那同样问题也是问一下Peter Peter刚刚有谈到你们公司内部 有一个简单的slogan 555 那通常除了对公司内部做training之外 提升他们的意识之外 其实作为大企业 就是跨国企业 你们也要去对供应链去做很多的倡议 那这块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怎么跟他们做沟通 那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个问题先请Louis Louis, please open your camera 那我们这个 Louis, can you hear me? I can 可以,我听得到 您刚才有听到我的问题吗? 没有 因为您刚才说的是中文 所以我听不懂 您刚才没有用那个口译的功能 我的问题是要请教 因为Jesse是一个组织 必须要跟很多的相关人士来合作 比如说像是政府啦 或者是像是TCP的这些其他的组织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建议 比如说怎么样去向他们去推广 或者是去说服他们一些事情呢 不确定我有听懂你的问题 在Jesse呢 我们认为如果要动员 或者是要让大家参与来达到净灵的碳排的话 我们是需要跟其他的相关人士来合作 所以这个是免不了的 那么再来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指出这些技术的未来方向 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跟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相关人士的关系 来应用最新的技术或者是方法 那么协助我们来了解 这些科技对于排放方面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善 Veronica跟我都有谈到这个EGDC EGDC它是一种合作 它是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 那么在EGDC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会跟欧盟一起合作 还有企业协会 或者是各个的这些组织 那么大家一起 用全面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方法 来测量导入这些技术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会在全球去应用这些计算方式 或者是方法 Jesse的角色就是要去促成全球的对话 我们在进到COP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单位在里面 那这些单位 这些组织 他们是可以做决策的 那么我们是 以这个顾问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那么让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都会提到减排方面的做法 以及我们的工作 很清楚的一点是 我们可能不是用同样的一个测量方式来量化 所以在Jesse 我们的角色呢 就是把这些不同的相关单位集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努力 可以达到一个全球通用的方法 那么让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统一的方法 来取信于业界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在Carbon Trust 在欧洲的一个工作 是希望能够应用在台湾 这是为什么我们跟这一些单位 一起来开会 我们去到台北 就是因为我们也希望 因为台湾在这方面的应用 会是一个领导的国家 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科技公司 我知道台湾的这个出口 25%都是来自于ICT的产业 所以在这里 我们绝对一定要跟台湾合作 那么在TCP 各位也可以扮演非常正面的角色 那么可以针对气候 来推动数位 那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核心 来确保我们的业界是有可信度的 因为我们会跟政策制定者 还有相关人士来开会 非常感谢Louis 那么接下来要请教的是Veronica 你在做EGDC的时候 你们会从一些方法 来进行这个推广 可不可以在这个欧盟的这个情境底下 跟我们多讨论一些呢 我想我们所做的工作 有关这个EGDC 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 透过这些方法论 在我的简报刚才 所提到的这些方法呢 它其实是希望能够去 跟这些欧盟的分类法 来产生一个间接的连结 希望能够 多少是能够根据 这种欧盟的永续的分类法 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了解说 我们可以去回报 有哪些活动 有哪些佐证的证据 来说明你的活动 确实是真的可以去 说明你们在生命周期当中 能够来减碳 然后能够有最好的 这些替代方案 所以呢我们使用了这些方法 就是希望能够去 打造更多的指引 以及更多的清楚 来说明究竟 最佳的做法是什么 透过去评估这些减碳 然后以及能够去 延长生命周期的这些做法 那所以呢 比如说你要如何去定义 这些所谓的这个最佳的替代 或者是最佳的情境 是什么样貌 你要先去定义 并且能够提供更多的指引 说明该怎么来计算 然后呢把重点放在说 你必须要使用怎样的数据资料 有哪些最佳的范例的情境 尤其 如Lewis刚才所说 我们当然知道说 还有很多的这个未进知识 包括我们必须要收集对的资料 然后能够有对的情境 有这种参考的情境 并且能够去评估这些节能的 或者说就是减排的这些解决方案 所以呢 我们这个方法就会去看看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元素 还有包括刚才有讲到 这种反弹的效果等等 全部都要包含在内 所以这个方法呢 重点就是希望能够去 等于说总结来说 希望能够去提供更多的指引 告诉大家 如何来去评估 这些生命周期的减排的做法 当你呀 就是去进行这个 欧盟永续分类的这个做法 真的对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 往前推进非常重要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是 问一下Dr.Beth 我知道您在推动整个半导体 低碳方面做了蛮大的努力 而且其实在推动 大家使用再生的人 可不可以在这边再跟我们多多分享 您的一些经验跟过程 Dr.Beth Yes 很抱歉 Dr.Beth好像没有开麦克风 可不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呢 刚才的问题 刚才是要请教 我们都知道 你是希望能够鼓励 半导体产业 来使用更多的再生能源 可不可以在这个部分 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些经验 可以可以 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半导体的联盟里面呢 所做的一个分析之一 就是要去看我们的基奇 Baseline 然后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排放的情况 那么很令人惊讶的是 从这个分析里面呢 我们发现 大概有82%的这个总排 是可以透过干净的能源来源而影响的 所以那当然 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投入资源的地方 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 我们想要做的是 一样是进到更深一次层次的这个数据 来了解 在我们的价值链里面 或者是在地理位置上面 哪一个地方 在供应跟需求之间 落差最大的在哪里 这个是有关于可再生能源的 那根据我们所有的分析呢 我们发现的是 在最大的需求 或者是最大的这个成长 又或是供应 供需落差最大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亚太地区 那么上一次 我们其实有非常聚焦的一些做法 在这个COP28 我们叫做Energy Collaborative 那这个能源协作呢 它是有五个这个领域 那首先呢 是要把这个供需落差可以米平 然后再来呢 是亚太地区 包括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资料中心 数量增长最多的一个地方 也是半导体产业密集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跟非常聚焦的这一些会员公司 一起来合作 还有赞助者一起合作 那当中总共有18个 我们是深入的来了解 比如说深入的对话 或者是跟政府单位 或者是跟地区的 或者是跟赞助者 然后呢 去用非常聚焦的方式来 米平 工需之间的落差 那这个很多都是涉及到 要去创建新的机制 来做比如说全球 这个可再生能源的采购啦 或者是这个新科技的这个探索 或者是电网提升的一些做法 我之前有谈到说 有非常多的数位科技可以来应用 来打造出非常好的一个书店的机制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high level的一个方式 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针对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工作 Peter 我刚刚问的问题 就是您其实特别提到55 那你们怎么在这一块去实施到 甚至是供应链这一块上面 谢谢 好 我刚才也稍微有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的供应商 有各种不同的规模 那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供应商 他们其实已经自己目前都有一些 具体的减碳目标在实行 那我们透过供应商的一个沟通大会 我们每年大概都会办几次的 这个供应商的沟通 逐步来沟通这个目标设定的重要 那对于这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型的供应商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它能够至少先follow 我们光保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减量目标 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减量目标不是遥不可及 就是说只要在自己的这个制程 或是减碳的一些 或设计的一些活动上面做一些努力 应该都有机会达得到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供应商大会这样的一个机制 极力的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减碳的一个目标 那555我们推下来的话 几乎所有的供应商参加过我们的供应商大会 他们大概也都能够很容易的去记忆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 用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沟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好 谢谢Peter 那我们回到整个COP29 So the next question is 下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我们所有的语坛人 是有关于COP29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NDC就是国家自定贡献目标 接下来应该会变得更加的目标会提高 请问对于ICT产业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去 来达到这个更远大的这个NDC呢 好 我们先请Louis来回答 Luke 我们在讲到NDC的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走在轨道上的 这个应该是在2015年 在巴黎所做的一个协定 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国家 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承诺 所以现在麻烦很大 在讲到这个NDC的时候 那么之前 我是礼拜天的时候回来的 那么 当时的感觉呢 是非常的失望 非常多的这些相关人士 还有组织 那当然也有联合国 还有NCCC的这些 气候变迁的小组等等 那 我可以跟 我有机会跟这个UNFCCC 来做了一些讨论 后来呢 我发现了 至少在上个礼拜 我们是没有进展的 那这个也是 在每一个会议当中会看到的 有的时候我也会自问 我们开会是干嘛呢 这么多的人 然后呢 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呆了一个礼拜 排放了很多的碳 可是呢 没有办法有具体的成果 我认为我们不能够 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 那么 每一个人的这个可信度 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必须要能够正视 我们在做的工作 如果不做到这一点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我们也会 持续的 看到 更多的这个负面影响 那么在上个礼拜 在10月底的时候 我本来应该是 要开会在台湾 可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去不了 所以呢 我现在得再去一次 对我来说没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气候的问题的话 那我可能就可以 呃 这个呃 我可能就去不了这个会议 然后呢 呃 这都是一些简单的事情 可是呢 呃 全部的东西累积在一起 其实呃 就是呃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NDC很遗憾 我们的呃 进度不在轨道上 那政府必须要能够硬起来 那政府呢 他必须要能够理解 有哪一些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最近 Jesse 呃 在呃 德国的这个GZAT的开发组织 提出了一个报告 他们就问我们去分析 呃 十个不同的国家在全球 他们要用 呃 呃 很抱歉 口译员无法听到 讲者的声音 无法提供翻译 呃 很抱歉 口译员无法听到 Louis的声音 无法提供翻译 呃 那么结论是 数位科技 它是可以协助每一个国家 来达到更快的 这样的一个呃 进展 不管是呃 移动农业能源 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可以 呃 在Jesse 我们的角色 呃 相对于COP 就是希望能够去推动 数位科技在气候变迁当中的角色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呃 也在努力 不只是跟呃 政策的制定者 也包括像是呃 出资者来开会 我们已经签了一个合约 呃 这里呢 我们会在明年开始 来应用数位科技 来处理气候变迁的挑战 那么像呃 NDC 或者是像Google IBM Cisco 呃 都有加入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做呃 实作的工作了 那么让各个国家 来处理气候变迁 来达到大家承诺的目标 呃 或者是NDC当中承诺的目标 呃 呃 非常感谢Louis 呃 Veronica 可不可以 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针对 NDC的这个挑战 可以怎么处理呢 谢谢 我想 刚才Louis所说的 我完全都同意 我们必须要 做得更多 我们还有很多 要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说两个重点 尤其对于企业 然后还有对于 这些产业 来说明他们该怎么做 首先 我们必须要有 更多的协作 我想这些产业 相较于 某些产业可能做得 比其他的产业来得好 那有一些是跟我们 CarbonTrust有合作 确实我们需要 有更多的彼此合作 那么 那么 企业当然没有办法 靠单打独斗的力量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一起合作 必须要有对的方法 透过齐心协力 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 来找到解决方法 才能够去减排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 再来第二点呢 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开始 整合他们的永续目标 能够扩及到整个公司 公司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对于许多的企业而言 他们的这个永续呢 还是大家都各自为政 没有一个整体的方法 所以我们认为 大家必须要能够 把这些所有的这个 永续的概念 扩及到公司的方方面面 我想应该要有这些 正确的奖励措施 这样才能够带来改变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去确保 在这些不确定的时候呢 就像现在 我们有很多这种外部的因素 然后呢会影响到永续 可能大家就没有 这么重视永续的议题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还是能够 迈向永续的道路 大家要一起齐心协力 来去达到减排的目标 谢谢Veronica 好Dr.Batt 来时间交给您 Thank you 谢谢 非常感谢 Luis跟Veronica 他们的回应 完全同意 这里呢 我会列出一些主题 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讨论 是很相关的 那第一个 很明显的 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的 Luis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迫切感 我们要能够有聚焦的一些领域 在这个部分呢 应该要已经完成 比如说知道问题的规模 问题是什么 来聚焦在这个解决方案 第二点 Veronica刚刚有提到的是 跟协作有关 大家可以看到 在全球呢 已经有足够多的 这一些专案跟计划的 来找出在不同的区域的 一些最佳实践 或者是最佳做法 或者是跟不同的这个政府 是哪一些是所谓的 最佳的做法 最佳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跟私部门 所以基本上呢 这边是有两个层次的协作 是很重要的 一个呢是 我们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对话 跟政策制定者 跟政府来对话 我们现在其实是 有更多的机会 把全球的最佳实践 带进来 那么 在讲到 区域的一些组织 它必须要能够开放 来接受这些最佳实践 才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标 那么第二个协作 是在Vernica 刚才所提到的 业界的合作 比如说ICT的产业 这个部分已经做得很好 不过呢 在半导体的供应链方面 它其实是 有很多的这些 ICT的成员都在里面 我们 有协作的方式 把每一个人都带进来 那这个呢 可以协助的是 不只是可以去实践 在这个产业当中的 最佳实践 它也能够 让我们有一个 统一的声音 来跟政府来做讨论 所以合作 它有不同的层次 那么有不同的产业 跟相关人士 那么在四部门之间 还有政府之间 也能够把这个 最佳实践带进去 那么第三个主题呢 我想 在我们的业界 是比较独特的一点 是要能够 把解决方案提出来 Louis刚才有提到 在COP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要去提出 解决方案 那么除了两个礼拜 的COP的会议之外呢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 去利用每一个机会 来分享这一些解决方案 去刻意地打造出 一些计划专案 让我们有所谓的 回家作业 回家作业就是要去实施 在我们的生态系里面 它可以是 AWS 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Apple等等 其他的这些 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我们要确保 我们能够 把它们带上讨论桌 那么在另外一端 也可以收到 这些解决方案 那才有办法去推动 对大家的复制 那这个呢 是我会特别聚焦的 要有迫切感 各个层次的合作 还要有这个 纳入科技 还有数位解决方案 尽快导入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谢谢 但我们身为企业的话 该怎么样去面对 从企业的角度 我们当然很高兴的看到 政府 国家 他们有订定一个减量的目标 那这就是表示说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要达到这些减量的目标 就会有 比较多的这个再生能源的 这个 Source 来给企业来使用 那再生能源这件事情 对我们产业也很重要 我们有分析过 我们收到一个PC版 这样的一个产品 如果从它的最上游 大家都R1100的话 从没有R1100到R1100 我们收到的这个 PC版的碳足机会减少6到70个percent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降碳的手段 那对企业来讲 我觉得也不需要有太多的 因为政府压力会下来 那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碳焦率 我想follow几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我们有TCFD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就是 去followTCFD这样的机制 去开始去盘点公司 再减碳未来的一个机会跟风险 那以公司为例的话 我们就是也辨别出 因为其实我们是做这个电源 转换相关的产品 那未来我们也identify 在这个所谓的绿色赛道上面 我们开始去布局 像这些微电网 这些智能化的这个电力设备 等等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产品 所以可以具体的把这个气候的这个风 风险变成机会 这个是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回应 好我们谢谢Peter为我们讲的 从如何从危机变转 其实纵观所有panelists讲的 其实合作非常重要 而且要对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去做沟通跟合作 谢谢所有的语谈人加入今天的对谈 谢谢Lewis 谢谢Veronica 也谢谢Dr.Batch 以及谢谢Peter Thank you Bye-bye Thank you Thank you as well Thank you